教育部和國教署 教育部和國教署 首先要感謝教育部和國教署 教育部和國教署 給我們這一次的機會 讓同學有機會到國外去做 健學的活動 那在這一次的行程裡面 最主要我們安排是 想要凸顯出海事 水產類的特色 所以在行程中的安排 有各式的船舶 包括無動力的 三板還有競速的快艇 以及大型帆船 還有磁吸船 讓同學來做健行 那在水產方面的話 就有所謂的 漁業的船舶 還有我們有到木耕香網養殖場 那木耕香網養殖場 去實際上 了解他們的 海面的香網養殖 然後我們也有到漁市場 有兩個漁市場 一個是草柴 一個是鹿耳島的漁市 因為我是第一次看到 香網養殖的現場 我滿驚訝 因為我平常上課的時候 看影片都是 通常餵飼料是用傻的 他們是有另外一艘特別的船 然後上面有裝自動投胃機 然後去投胃 湯西環是一艘 長崎大學的實習船 他們實習船 採用拖網制的 我本身是 大西漁民的孫子 所以我對他們這艘船 非常感興趣 他們的拖網設備非常先進 他們出去大概都是 三天到兩個禮拜 他們在船上的作業很高科級 應該這樣講 我們去解剖河豚 然後瞭解它裡面的內臟 哪些是有毒的這樣子 就是我們把河豚的毒素取出來 然後注射在鯨魚裡面 然後測試它什麼時候死掉這樣 注射多少的劑量 然後多久死掉這樣子 對 我有看到一艘帆船 是用水車當作推進動力的 就是它的 它不是用機械化的引擎 它是直接用水車 然後用水流去帶它的帆船前進 這是我沒有看過用水車當動力的 明太子DIY 它裡面主要是介紹明太子的製程 從選材、秤重、醃製 到最後裝箱都是非常嚴格的控款 桌南市的防腐炒彩市場 主要是跟他們學習魚類的宰殺 他們給我們用的都是 他們那邊很有名的真雕 直接讓它一擊斃命 就是從頭骨直接穿刺 我們上課的時候有學過 但是這是我第一次體驗這種鯊魚的方法 他們做事都非常按部就班 不會跳不住 就是他們的船上不會有那種臭臭的味道 就是聞起來味道都是非常的舒服 然後他們的寢室也都很乾淨 它的動力跟我們預音號也是不一樣的 他們使用的是那個推進電動機 不是像一般我們用的那種柴油引擎這樣 彈戶市場是我們第一個行程 然後一進去就會發現跟台灣非常不同的地方就是不一樣 他們甚至連頭部跟內臟都會用特別的保利能膜箱子把它裝起來 就是讓它蓋掉那個臭味 台灣競標的話 他們不會比手勢 他們就是一個小動作 小動作比如說點個頭 手揮一下 然後他們競標的人就知道說他們要加價 鹿兒島日本這邊競標方式是用手勢的方式 比如說這樣就是一萬 這樣就是一千 這樣就是兩千 都不一樣 看著同伴就是很認真的去參與這件事情 我發現就是說我不能 就是覺得不是我的理念就不去觸碰它 對 還是會跟同伴一起去 同伴一起去完成這件事情 對 各個專業領域都不同 啊 我也沒辦法說各個都專業 但是我覺得這裡學一點那裡學一點 對自己的幫助滿大的 尊管自己的見識 出去的話一艘船 我就希望說他們 從不同的角度去看 因為他們的專業都不一樣 當你沒有從你角度去切入 比如你只專注這一塊的話 他們可能就會覺得無聊 但是當你了解 欸這要好 從另外一個層面去看 就有不同 所以就會有不同的一個想法出來 對 對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